今天和大家聊一个90年代的神人,他叫穆其中,男的集团前董事长,有人说他是首富,也有人说他是首片。 穆其中300元起家,办了三件大事,让其名镇江湖,第一件事就是罐头换飞机,当年四川航空需要购买飞机。 穆其中说他有鹿子,能搞到苏联的飞机,吹完牛后,穆其中跑到四川的一些食品厂和服装厂拍胸腑,保证解决销路,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,宴请俄罗斯航空工业部官员。 三包之间倒来倒去,居然把这笔不可能的生意做成了,最后穆其中用500块车皮的罐头,一股鞋帽的生活必需品,换回四驾飞机,又把飞机卖给四川航空,赚了近一个亿。 成名之后,穆其中的野心已经不局限在小小的地球上了,而是将目光投向浩瀚的宇宙,1995年到1996年。 他在俄罗斯成功发射了三颗卫星,他当年的设想是,委托俄罗斯用三年的时间,发射六十颗通讯卫星,把地球全都照起来。 穆其中还和满洲里签协议,要把边境小城变成北方香港,他还扬言要把喜马拉雅山召开一个口子,让印度洋的暖风吹到中国,把青藏高原变成万里两浅。 财哥只想说一句,穆其中生得太早了,他的隐心超越了时代,如果放在今天,估计美国钢铁闪马说客都要靠边站了。 1997年,一本名为《大陆首片穆其中》的背法出版物,突然冒了出来,把穆其中描述成一位上片中央,下片地方的中国第一大骗子。 此后,经侦部门开始调查穆其中,1999年,穆其中因涉嫌信用诈骗罪,被批捕。 2000年,他以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。 2003年,被改判18年有期徒刑,2016年刑满出狱。 穆其中目前仍坚持,继续向最高人民报线申诉,要求改判无罪。 如今他有了洗清自己的机会,最高院宣布要重审穆其中的案子。 如果穆其中是无辜的,相信法律会还他情敗。 不过今年穆其中已经78岁,不知能否东山在前呢? 今天大盘全天窄幅震荡,创业板旨在创调整新低,油气产业链个股及次新表现强颜。 风龙股份四连板,中国石油大涨4%,但国防军工,科技股跌幅较大,市场总体交投情绪仍较低迷。 费上资金持续净流出,互股通净流出22亿,全股通净流出7亿,最近原油价格暴涨,油气相关板块显然已经成为市场的焦点。 当现交易者可适当关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